我们直接进入答疑的问题 因为今天的问题特别多 第一个问题关于元神 谁是老大 我还是元神 请问元神能做决定和换口味 口服里面是超越我们的惯性吗 人都是喜欢做老大 不想听别人的 这是个坏的毛病 我们人实际上在宇宙中 是很渺小的一个生命体 那么你不能做老大 说古人叫顺天应命 你要顺着你的自然的法则 自然的规律 叫横顺 不能够说我做老大 我来决定 那么这个心态本身就是不对 这要调整 那至于说我们二年级的学生 培养出了这个元神之后 那么到底谁听谁的 这个元神他是一个我们的三魂和七魄 经过凝炼之后 三魂凝聚成阳神 七魄凝聚成阴神 那有了阳神和阴神的父母 后来借着我们的心肝脾肾肺的五脏能量 和天地人三才的能量 以及来自宇宙高位空间的能量 和大地的能量 再加上我们的佛性的种子 所以最后诞生出了身外身 是我们的化身 那么元神虽然是可以独立我们的肉体 在高位空间中帮我们挤功累得 但是他还是一个体内有阴有阳的一个生命体 所以是不能够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元神 那么在狮子班我们有一堂课 叫可魔可道洗元神 就是分析元神里面的魔性和道性 那很多人自己修出了元神之后 因为当时在培炼元神的时候 没有重视清音消夜 没有重视低音增扬 所以是元神体内的音的能量过于这个密集 那导致他的元神被师叛道 元神在法界中胡左非为 而被师父们惩罚 这种案例很多 那我当时有一个师兄 他就像你们这位同修一样 很喜欢当老大 到哪里都要跟人划山论剑 所以有一次呢 到了这个跟着师父上山 这个到山上以后 看见山头上坐着一个老头 他的元神呢 就去跟这个老头划山论剑 结果这是个老神仙 结果二话不说 把他一把搂过来 放在自己的屁股底下 当坐垫做了 然后呢 这个一坐了以后 这个他就昏昏沉沉 然后就回家了 回家了以后呢 这个怎么地不对劲 家人一看吃吃傻傻的 呆呆的 因为这个之前有元神 人是龙惊虎眼的 然后也智慧踊跃的 这一看就不太对劲了 找了什么大夫看也看不好 后来这才想起师父来了 就是给这个 我的那个师父熊教授 打了个电话 师父你帮忙 我看看怎么回事 然后师父一看说 你的元神怎么被一个老神仙 坐在屁股底下了 他说 那我当时的话上山 我就觉得 那老神仙 看着一个老头坐在山顶上 道貌黯然的样子 这个飘飘于仙的样子 然后我就想去跟他论不论吧 结果他的元神就出体 跟人家去打架去 还有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师父在课堂上讲课 下面的有些学员的元神就端着枪 端着炮头就来跟师父划伤论剑 所以这个元神 他不是一个纯阳体 他不是一个一针法界里的一个生命体 他有阴有阳 所以我们反倒要通过肉身 修得累行 通过我们刻苦的 遵守五戒 十善 然后用自己的这个道德律 来约束自己的心神 通过心神来跟元神沟通 使元神打到 在法界中能够诸恶不作 众善奉行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人反倒要制约自己的元神 而不能放纵自己的元神 那这在西游记 元神是由孙悟空来代表的 所以制约元神的人是谁呀 是谁 唐三藏 唐三藏就是我们的佛性 在我们的形体里面 他就是我们的佛性 佛性蒙尘的时候 他就变成凡夫 佛性觉醒的时候 他就一致的要成佛 要和法身融合成为一体 所以我们自己的心神 要能够制约自己的元神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不是你的实神 我们人躯壳里面 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世界 里面有万神 这个从大力上分 有阴神和阳神 总共有这个上万种 实际用万字来形容 就是不可计数的这么多的 那么严格来讲 我们的每一个细胞 一个细胞里面就有一个神 所以说最后我们要修成十万八千准佛 因为你有十万八千个细胞 但是现在的医学告诉我们 人体不止十万八千个细胞 实际上这个数不过来的 那么这个道理说明什么东西 就是说大家要重视 你不要说谁做老大 我做老大 那你说这个我是谁 你指的这个我是谁 那如果你还是凡夫地上的见解的话 凡夫之见的话 你所说的我只不过是自己的十神 是聚集在你的这个躯壳里面的 这个躯壳像个房子 那么生活在这个房子里的十神 它是带有阴性的 它带有你今生跟过去式的 也今生的一个惯性意识 和过去式潜意识中的惯性意识 是第六始的一个总和 那这种叫十神 这个十神 他以自己的惯性 来取舍自己的喜欢和不喜欢 之前我讲课讲了 四川人喜欢吃辣椒 他吃了辣椒就很开心 那这是一个惯性 那么这个惯性 那么人老是以这个惯性 为判别的标准 去取舍对错好坏 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 那么这个大家要重视 你说的这个老大到底是哪个老大 那你以自己的这个凡夫之见 以为自己平常 经常出来做主的那个 就是你的老大 实际上他是你的十神 那十神 他只能和原神的因向沟通 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用这个真正的一个神 来制约自己的原神 那个神叫新阳神 就是在你的心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阳神 一个是阴神 那么新阴神 他就是使你产生邪恶念头 产生要作恶的这种念头的 这个神史 新阳神 他就是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我们要努力的今生成佛 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意识 所以这个叫新阳神 那么我们要用自己的新阳神 这个叫单元的 他的名字叫单元 单元守正 通过这个来主告自己的原神 要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自经其业 要辅佐我们这个 整个的这个 所有的我们的灵 魂魄神这个系统 在一生中去成佛 几功雷德 让原神在玄界 眼睛看不到的世界中 六道中去几功雷德 所以这个也不是原神做老大 也不是你的实神做老大 你每天你们都学过 这个到了你们这个年级 应该学过早晚课颂 二年级早晚课颂 所以是要每天的早课 晚课要坚持做 那做了用这个自己的 这个单元新神来守正 来主告自己的原神 和自己的实神都要配合 那么尊道贵德 那么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自经其业 一生成就 所以是这个真正的老大 在前期要把自己的心缘 新阳神调度起来 呼唤出来 那么到了最后 是自己的真意识 就是第九意识的真实 第十意识的真性 就明了心见了性了 这个时候你才会有真主出来 你才会有真正的老大出来 那么只有他出来了 那么元神 新阳神 新阴神 体内的万神 都要听命于他 这个叫万神朝礼 在伊斯兰教 在伊斯兰教人家叫 要找到自己的真主 真主的名字叫安拉 也就是你真主出来了 你就安了 你就安拉了 你就不会有烦恼了 你就只有快乐了 就是极乐 所以大家要懂得 真正的主人 是你的第九的明心和见性 见到自己的真心 见到自己的真性 真心真性起来了 你才有真正的主人 你才可以藉此肉身而成佛 所以这个方法也教给你们 就是通过止观 把自己的前八识都stop住 然后使自己的第九的真实 阿玛罗史是自己第十的真性 明心又见了性了 然后明心见性之后的修炼 才是真修真恋 在这之前的修炼都叫盲修什么 瞎恋 所以借着这个话题 给大家来决定 原神能不能够换换口味 制约自己的惯性 所以看原神中的阴跟阳 哪一个被激活了 当然随着我们的原神 在法界中己功累得 然后他的量级再增加 阳性量级再增加 他在上面地阴增阳 所以到某一个程度 原神会制约自己的实神 由原神来做主 就像这个唐三藏被妖猫鬼怪缠住了 没办法之后 那还得靠原神来解救 才能够脱额解困 所以这个时候就由原神去做主 所以是在前期大家要重视 重视原神的体内的阴阳 而不是说完全交给自己的原神 完全交给自己的原神 也会出问题 然后 请问女儿身能成为法王吗 好像都是男人成法王 我们女生怎么练成男人身呢 在佛经中不错 有记载 我们要转女成男 然后才能够真正的成就 那这个是不是你死去以后 转世再为男人 这个在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这个他带的这个女众修行者 很多都成了阿罗汉成了菩萨 那是祭祀肉身成就的 但是这个怎么把女儿身 恋成男儿身 那这是命宫中的秘诀 女孩子 她是个女儿身的一个特点 就是在你49岁之前 每个月会来立架 来这个月境 那么这个血流出去的同时 它是液体 所以它带着你体内大量的阳性的气 耗散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好不容易修炼了一个月的功夫 那么在这个几天里面都给你败光了 所以这样反复的积累又反复的泄 不停的挤又不停的泄 那这个就很难成功 所以这个在秘法中 它叫展翅龙 就是这个你这个立架来流出来的血像一条龙 所以它这个从开始月事的第一天到月事结束的这一天 这个连续起来它像一条赤色的红色的龙 所以要把这个斩断 所以是先要斩翅龙头再斩翅龙尾 那么这个是比方说你经常立架来五天 那么慢慢通过修炼 比方说搓击法 着火钉 保平器 这些功夫 你在这个修炼过程中都完全熟练掌握之后 那你的立架就可能由五天变成四天 就是这个月是五天下个月就变成四天了 那再继续好好修炼 因为你少漏了一天啊 你这个五天 你出五天血 你就散了五天的能量 散了五天的气啊 这是那么你再炼 那么就由四天变成三天 最后三天变成两天 最后由两天变成一天 最后不来了 这个就把自己的血都化成气了 炼血化气了 说女孩子前妻 你们女性前妻 是跟男性一起炼四加行前行 炼普通的这个气脉明点 经络系统 炼自己的火龙珠心灯 这个跟男性炼是一样的 到了中高级层次 跟男性炼不一样了 男性继续炼下腹腔 女性开始要炼胸腔 叫炼乳化血 炼血化气 所以她要在胸腔里 把血化成气 那么要把下面的这个能量 通过中央轮脉 提到自己的胸腔 开一朵红色的莲花 自己坐在那个红莲上去炼 这是终极功法 接下去的四年级课程中 会传授给大家的 特别女性要单学这个女单功 那你学了这个才能够逐渐的 把自己的立架炼断 当然是你不要再生孩子了 你要生孩子这个立架炼断了 你就没有办法再生孩子了 所以你要完成了人道 再来求这个绝法 走仙道 那么练到自己很年轻 就立架就不来了 那你立架不来了 那你不跟男的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女转男生 懂不懂 那你的乳房也开始变小了 气化了 所以就变得扁平了 然后胸腔反倒隆起来 但是乳房扁平了 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命功上的实证 那么在我们的时间过程中 有一些女性五十多岁炼 结果练着练着他跑这来 老师啊不好了 我说是怎么不好了 老师出事了 我说出啥事呢 他说我这个立架已经绝了三年了 怎么来立架了 下面出血了 所以这个你如果是天窥近的人 超过四十九岁的人 你反倒要把这个立架再练回来 练回来了叫什么 叫繁老还童了 对不对 你之前干了 哭了 没有了 现在又回来了 这不反老还童了吗 这是到底这个多少岁才是绝育的年龄 就是立架完全没了就绝育了 立架只要还有都有可能怀孕 我们在实战过程中 确实有一些求孩子 求了二十年 几十年没求到的 但在四十五岁 四十六岁都可以生第一胎 都有这种情况 为什么 他反老还童 激活了自己的赫尔蒙 激活了女性的这个急速 然后他就还可以怀孕 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反老还童的一些建言指标 你自然绝了立架的人 他还要再把他练回来 练回来 再来立架的这个过程中 再展持龙 把他绝了 那这个时候就女转男生了 女转男生呢 这个当然这个不是你们所有的女转男生都会出来长胡子的现象 那么但是我们在实践中 我有几个师姐 他们就不好意思 为什么长胡子 他们这个长的胡子密密麻麻的 这个整天要刮 不刮跟男的一样 这个长胡子出来 女的 女转男生了 那他怎么转呢 就是真正的修炼 就这样就修出来 就真断了 断了他就变男人生了 变男人生了 他就才有胡须长出来 女的那会有女性的荷尔蒙 他就不长胡须 有男的荷尔蒙 他才会长胡须的吧 所以这些我们都经历了 还有我们的80岁的老太太 把立架练回来 也是害怕死了 去找师父 说这个出问题了 我这怎么可能 师父恭喜他 那么再练几个月以后 持龙断了 连续来几个月 立架不来了 持龙断了 好了 整个的皮肤形象都变了 声音也变了 都开始像小女孩变化了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这个佛经的女转男生 他不是死后下一辈子再来 说我做女的没机会 不是这样的 佛陀在世的是 很多女性承到的 所以不是说 你飞的是男人身 才可以承到的 所以这里面都有技术方法 所以是可以承法王的 女性承法王的案例 在藏传佛教中不稀奇 很多的女性她成就了 比方说在六成就法里面 上一次我教你们 灵热法的时候 她就是一个女法王传下来的 所以这些大家要重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不分男女的 男女平等 男的你是个男人身 不好好修炼 照样是变成凡夫 死了还是一个鬼魂 你也不是说 是男的就一定成法王的 所以都是要刻苦的修炼 是可以成法王的 这里可以给你明确的答复 有人说 焚化骨灰场 并没有将全部的骨头归还 如头盖骨就没在里面 若真如此 是否会影响灵光回收 还有七七祭祀 道士说是做单数一三七祭拜 二四六不祭是什么道理 又有些道士说 落一个七 留一餐给子孙后代造福 有根据吗 留一餐还是留一个七啊 我这不懂啊 七破在四十九天里都留在家里吗 这问题还很多了 咱们一个个说吧 这个收拾灵光 灵光圆满始成佛 以前是不进行火化的 火化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才产生的这种殡葬方法 因为释迦牟尼他涅盘之后 他就采用了把自己的尸体火化 这种情况 甚至从佛教传入中国 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那么他在火化的过程中 是为了把身体的最后的 没有修炼的 借着火的光 把它送上去 就用火来炼他 实际真相意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不能保证一生成就者 那最好选择土葬 土葬没办法就选择火葬 那火葬最好要减骨完整 就是把整个身体相应的 胃烧成灰的骨 把它减完整 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否则的话你真的下一次转世成六道众生 那他就不全 就不全 所以这个要注意 这个要注意 这个七七祭祀 道士说做单数 这个是没有根基的 你说的道士是哪里来说的道士 七七祭祀的话 那么这个七七四十九天 他这里面要做几件事 一件事就是要给自己的七七破 供应吃的东西 所以是那么要供食物 供食物供水 那这是给自己的七破拿去吃了 我们真正吃东西的是体力的阴的系统在吃 阳的系统它是吸收天德能量的 不靠地气五谷养行的 地气五谷只是养自己的行身 行身的主宰是七破 所以是人活着要吃东西是给自己的七破功能 三魂的能量主要来自宇宙天界的 星辰 来自虚空这个方面的能量的补充 那么人死以后的七七四十九天的祭祀 是给七破吃东西 这里面没有分单数给东西吃 这个双数就饿着它 要不你就教你的七破怎么避骨 对不对 可以七七四十九天就不吃东西 要么他没这个本身 那你就要给他吃东西 这个里面你们所说的道士说 这个都是什么 一些歪嘴和尚歪嘴道士 不懂 没有真正的实证以后的乱讲 所以我们在努力的恢复 替往圣济绝学 就把真正的这个古代的往圣先贤 通过正量做出来的一个实相的一个要求 要求大家怎么做的这个传统修复回来 包括我们为什么要亲自建一个祠堂 都是因为外面的这些祠堂太不像样子了 做的是乱七八糟 一点规矩没有 结果弄得这个祖先都怨恨 所以我们才要做一个模板 给人类修复一个模板 就是这个就是将来的一个模型 就是所有的祠堂都应该这样去设置 这样去做 这样的去安排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所说的道士说 这个道士是谁 他就是一个真道士 那他也存在着是小学生的水平 还是中学生的水平 还是大学生的水平 是嘴皮子道 还是真修实证的道士 那现在在外面见到的都是一些没有真修实证的 玩一些花样 玩嘴皮子道的这些人 你跟他谈修炼 他根本一窍不通 那这个叫什么道士啊 这个只是一个职业而已 这个你不能听他的 所以我们这个按照这个传统的这些祭祀的规则都是来自太平经 这个云几七千等等的一些道藏里的一些经典的真实的记载 不是人为的编排的 这些经典的记载都是师父们通过修身 内政之后 把实相 生命的实相 挣出来以后 留下的宝贵的经验 所以大家要去尊重 去follow 而不是说听这个什么讲 听那个讲 那么还有说 留一个妻 然后留着给子孙后代造佛 就是不祭祀 那你这个没这个道理 饿着祖先 饿着仙人 人家过世了 饿着他 这点东西留着你去祭福 这不是生怨恨吗 何大言必有余怨 我们活一辈子就是不要结怨 结果你饿了这个仙人七天 你的爷爷走了 饿他七天不祭祀他 这个是因为给后代子孙祭福的 这不胡说八道吗 有一些虽然是民俗 民俗也是最开始有个人这样规定的 后来有人听了他这个就传下来了 这个民俗未必是合理合法的 这个大家要重视 民俗不合理不合法 要恢复他的合法性 要找到他的真实相 那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了 所以你们一天不吃都饿的话 那么你为什么要饿他一顿 饿他几天呢 我记得在课程中也给你们讲了这个故事 我的一个 这个 这个算是我的一个 这个忘年教 那他这个在新加坡我们碰上了 那一年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真实的故事 这个他这个 有一个棋友死了 他不知道 结果他有一天在家里 这个因为他退休了 都叫棋友 就在外面下棋打扑克 中国老人都是这个 他经常打扑克的一个 打棋的下棋的一个棋友死了 他不知道 不知道 但有一天中午 他在家里这个睡觉 睡觉呢 他就这个 看见他那个棋友来找他了 说老王啊 你家里他姓王 说老王你家里有没有吃的呀 我饿得慌 然后这个他说 有啊 我家里那这个茶几下面 有桶饼干 你去吃吧 他好就吃了 吃了吃饱了 说我走了 老王 第二天又来了 中午睡午觉又来了 又来吃东西了 这样连续吃了几天以后 最后他有一天说 老王我不再来了啊 这个那我吃了你这么多东西 我给你留点钱啊 然后就说是我要走了 我再不来了 这个这个 这个说留留点钱 他就醒了 醒了以后 这个人留的钱放在哪呢 一梦啊 做了一梦啊 结果他推开自己的那个屋门 他有个院子 他推开一个屋门一看 门口几张死人的纸钱 所以他就奇了怪了 说这不照我吗 到我家吃东西还给我死人的钱 他就去问他那些老朋友 说那个谁谁谁哪去了 他说你不知道啊 他早死了 他也怪不得 这跑我家里来找东西吃了 大家要知道你这个不孝子孙啊 就听这个胡说八道 听那个胡说八道 你无非是自己懒而已 你不想祭祀 你就找各种借口 对不对 那你不 他就是 因为我们大陆 中国都不信这些玩意儿 哪有什么死了 死了我了账了 遗产给我了 你早些走吧你 然后你在这我还在养你 这种胡乱的心态 那么不孝的心态 缺德的心态 老人一死 哪给他们祭祀四十九天 哪有这回事啊 没有这回事 但是那么这个就告诉大家 这是真的 说你不能听人家乱讲 他就跟你这个每天要吃饭是一样的 那你就要安时的祭祀他 所以孝道有两种 一种是活着的时候 给他一 给他吃食 食就是食物 一就是要这个 这个温带寒带呢 冬天很冷 你不要冻着他 夏天又要给他夏天的衣 不要惹着 惹着他 所以大家要懂得 这个这是真实的东西 那另外这个世界 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 他真真实实的 他需要吃 需要喝 需要穿 需要有钱去买东西 跟你 你需要的东西 他都需要 你要想办法给他 所以是这个大家要懂 要把这个理通了才行 父母通常都会去找吉童等问事 然后求福给家人 我没办法解释 关于他们不究竟 可能会要我们的生命观交换 毕竟几十年 大大小小事都有帮到 而且也做了妻子女几十年 他们每年的诞辰庆典 也是很多信众虔诚参与 当父母要子女 带他们去问事实时 我们要用怎样的心态 面对敬而远之 还是和以前虔诚的拜拜 这个之前你是糊涂不懂 你现在懂了 你还不求自身而身 不走正法的方法 你还求这些狐狸精 动物精怪 去做黑社会老大保护你 那你这不是一个糊涂虫吗 但是你明白了 你的家人未必明白 说是我们在社会中 要考虑各种的社会关系 说这个时候 你没办法要应酬一下 去应酬一下就OK了 不要虔诚的再去求败 这不是糊涂虫吗 你 家人如果明白了 要敬而远之 不能够再去求这些 你求了人家 人家帮你的忙 你要还的 那就是拿命还 你看着暂时有效果 求了一点事情 马上灵验了 暂时是有效果 最后你要用生命光去置换 你的生命光置多少钱 对不对 你求什么 我这个多多 我没钱 我求多多 种多多 这个一求真的零了 我种了多多了 你种了一百万 你要拿几千万 甚至几亿的 那个价值的光去还它 你做了赔本的生意 你知不知道 就是你这个生病 生病 原型债主是来讨债的 你该生病 不是说你不该生病 你有病有灾有难 这些都是原型债主来讨债的 你要明白 那你倒不想办法去还人家的债 找了一个黑社会老大来打人家 又把人打跑了 就把那个恶性的讨债的 原型债主打跑了 你的病是渐轻了 没事了 这个对吗 这样做 显态上都知道不对了 人家来讨债 我真的要还债 我想办法还呗 那你怎么你就去搞这些事了 这是我们知道了 我们用正的方法 我烧金银纸 我来参加法会 我借着诸佛菩萨的力量度它 这个不同 诸佛菩萨不是你的大手 不是你的黑社会老大 明白吗 他一戳马 他就是把你们和解了以后 把你的冤亲债主渡走了 那冤亲债主 你原来欠他十块钱 现在给他一百万 他高兴死了 对不对 哪有这种机会 因为你欠我十块钱 你现在把我渡了 我这不在六道中了 那这个赚大的了 就赚翻的 他不急着走啊 他早急着走了 这一走他永远不再给你讨债了 你把他打跑了 好 现在你厉害 你有黑社会老大 你有钱养着黑社会老大 等你没钱的时候 黑社会老大也不帮你的时候 人家就一下要了你的命了 这个是邪魔外道 不要再去求这些东西 那我之前也给你们讲过一个案例 台湾的一个案例 对不对 那女儿过马路被东西撞了 他们就要卡阴卡住了 卡住了以后头就晕晕的 然后就妈妈懂 然后去这个一个道教庙 去求去拜拜 人家给他弄 弄半天好了 不疼了 也不恶心了 这就回家了 回家了以后 这个过了几天 他跟他妈说 妈呀惨了 以前是来一个 现在怎么来五个 他的眼睛没怎么闭 还能看得见 说来五个 整天烦死的 叽叽叉叉的 这个弄他一下头发 那个弄他一下脸 喜欢他 就掐两下弄两下的 这受不了 他妈一听着没招了 也不敢再回去 那个庙里找了 打电话给我 师父啊帮忙嘛 还是我个徒弟 然后我说帮忙 帮忙早干啥去了 他说那个时候想 你在新加坡 我哪能找着你啊 你这也不能专位 这个事来啊 我说我不用啊 我肉身不来 我那个身来就行了 我说现在面前摆碗水 然后给你加东西进去 然后我现在请他们走 然后这个就出神以后 帮了他把这个五个这个鬼 给他请走了 你之前去找人家 那一个鬼很厉害卡了你了 在十字路口走 从你身上一穿过 看这挺暖和的 还挺舒服的 这个漂亮小女孩 我就在这站着 他的身体挺好的 就不走了 结果他去庙里呢 找一个人家那个师父 找一个鬼 来打不过那个鬼 他还不愿意走 再找一个来 再找一个 找了五个才把他给打跑了 你说五个鬼帮了你以后 你就到你家里做个课 那有什么不可以啊 你还赶人家走 这太不仗义了吧你 谁让你找黑社会老大 找黑社会老大就这样 就不讲理 我帮了你到你家里住着 对不对 你好好伺候我这个大爷 因为我帮了你 警察他就不可以这样 警察他是公务员 他办了事他要赶紧走 他不能跟你要东西 这就是正法 你找的是邪魔外道的邪法 那不是说找事来了吗 所以大家要知道 要真的要明白 为什么佛门也好 道门也好 有千法万法 只有一门 自神而神 自证神通 自己成佛 自己成道 只有这一门是正法 其他都是旁门左道 干嘛去玩那些东西啊 还干嘛 我知道了 我还要虔诚的去拜拜吗 能不去就不去了 拜托你 你去你还要赶紧弄东西 护身好不好 你还要去前程的大开大门 然后把自己好不用修点光 都给人家了 你这干什么去啊 但是你说爹妈叫你去吧 你又不去 这他又不高兴 所以是为了和乐家庭 那又不得不装个样子 就去呗 去了自己是明明白白的 自己不去做这个事 不去连通这个事 还要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家人 对不对 爸妈还不觉醒 他真的要去 好我弄个十字金刚厨给他带着 我弄个姐姐张给他带着 我弄个什么东西给他带着 来护他 你还要当保镖 去护着自己的家人 哪里可以还这么虔诚的去拜拜吗 这不就没智慧了吗 练功时还是没有关到体内的心灯 红光珠 炉火 五脏光等 只是偶尔练功时关到光弹游动 自从陪神和出神后 不管在练功或其他时间 只要静下来 即使开着眼睛 天目将可以感觉到压力感 请问老师这是正常吗 首先告诉你是正常 其次呢 你关不到不是什么好事情 虽然我们不要求大家上去就能关 但是至少是告诉你 你的那个镜子蒙尘太深 你的宝月轮还不能影线 所以你不能关 所以我们这个只关最后要有真关 真的能关到 那么这里面的窍诀告诉你们 怎么样才能真关到呢 实际很简单 你必须空性 你不能有一个我在关 有一个我就完蛋了 有一个我就是食神在作怪 他怎么能看到啊 食神是属阴的 他看不到阳的东西 他怕那个东西 你老用自己的左四右想 前四后想 第六意识 第八意识去看 你都看不到 你只有空退 空退自己进入第九 你才能够明心 明心以后见性 你才能真关 你才能真的大圆镜制展现出来 把这个东西影线出来 他这个关不是眼睛看 他是影线 就是镜子照出来的 一面反观内照的时候 卢脑腔就有那么个珠子在 因为你是虚空 他有 他就真的你就关到他了 胸腔发热 发胀 他就有五盏灯在 所以你是虚空 五盏灯在你虚空里面 当然你就知道了 他是一种绝招 他是一种了知 红光珠就在虚空里面 就在小腹腔的虚空 你是虚空 怎么不知道呢 炉火生起来了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你的空性力还不够 所以要好好地练 空退自己 练无人无我 一片光明 在光明中再来反观内照 在所有的密续装 他在刑法的时候 都有一句话叫空性已成 咱就是空性已成以后 接着你在干什么东西 你空性不成 你只是用自己的主观 意识用自己的大脑 我想看 我要看 我怎么样 这个都在十神的水平 你永远你也看不到 你再修十年二十年 修一百年你也看不到 因为你用十神是看不到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 纸八进九 纸八进九 纸八 这个口诀都告诉你 把八都停下来 九出来 它就是大圆精致 它就映现出来 自动映现 不是你真正拿眼睛去看 拿耳朵去听出来的东西 这个是跟你讲 那么你已经能够 关到光弹游动了 那这是个好现象 好现象 那么就是说 这是一个进步的一个变化 那你天目有压迫感 这就是有灵光弹 但是你没有空性 你有空性 你马上那个保月轮 你就挂在那 你自己就照出来 因为月亮 怎么样才能看到 它只有在虚空里面 才能看到月亮 你不是虚空的 你看不到那个月亮 月亮出来 你不是虚空 你怎么能看到 你们现在在这个房间里 可以看到月亮吗 月亮也出来了 在天上 你为什么看 因为张住了 因为被这个 有形有相的这个空间 被张住了 你只有把这个楼拆了 没有了 还成虚空了 那你往天上一看 不就看到月亮了吗 这是举个例子 所以你必须把自己 那个我知 我见 妄想执着 破了 还到自己的无人 无我 一片光明 一片空虚 空虚中 建出自己的 建出无量光 那这个时候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映现了 这个窍诀 大家要掌握 然后第五 请问老师如何知道成功 陪练出元神 因为没有关到莲花里的元神 被鼻 也没梦到元神出体去修炼 或者提不起神的情况 这个你自己只问耕运 不问收获 就是到底怎么知道 自己陪练出元神 还是没有陪练出元神 你知不知道都没有用 你陪练出元神 你又要干什么 你要请元神当老大 就刚才第一个问题了 你没有陪练出元神 你知道了又有什么用 你能干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 同类年级的课程 让你终生免费复习 你假如是说陪练出元神了 那就无所谓了 那元神他比你厉害 他在虚空界 自己会去拜师学艺 自己学习 那也不用你去操心 那假如没有陪练出元神 那你想有元神 他也不可能有 那你后悔也来不及 那就是说活到老 学到老 没事没事 老师下一次办二年级课程 你还请你老人家 劳动劳动 腿脚来免费听一听 OK 那就再陪一次吧 有的人说那我陪了还用陪 你可真是聪明反辈 聪明误 那你的元神已经陪出来了 老师在陪神的时候 你的元神也来了 会有什么现象出现呢 那你不对元神又回炉 重造一次 那就更厉害了 奔到家了 你们这是 我有元神了 我就不用再陪了 你再来回炉重造 重生一次 那不更厉害了 所以哪有你们这么笨的 我到底陪出来了 没陪出来 你知不到的 你自己真正的 等到自己的心清静的 能够虚空性展现了 那你的神在哪做什么 你自己都知道 因为神还在三界 还在六道里面 元神还在六道里面 那你这个自性 它是虚空 它是一针法界 一针法界大 是整个大海 那我们的六道 一百四十一年的宇宙 才是一个小浪花 所以你是大海 你还不知道 那个浪花怎么回事啊 那你不都知道吗 都在你的怀抱里 都在你的心里面 当你成为这个空性 正见完成了以后 那你啥事不知道啊 那那个时候 你的元神在做啥 你的玉神在做啥 你的圣神 你自己都清楚明了 所以只好用一句话说 只问耕运 不问收获 就是在陪神的时候 你有没有好好陪神 出神的时候 你有没有如法出神 让你修武德的时候 你是不是武德 人以理智信 样样缺 样样缺 那你惨了 陪出个元神里面 没有心 没有肝 没有肺 没有什么 你都缺嘛 缺他就没有啊 你缺心眼 那你要这么个二傻子 元神干什么 那还不如杀了他 再重造算了 所以自己要重视 不要问别人 问你自己 修武德 老师说修武德 修了没有 修六字七语修了没有 修五脏方光法 修了没有 五脏相生法 修了没有 这些东西 新阳神的陪练法 修了没有 说老师我都没有修 我就是来上了陪练 元神的一堂课 那你根本没神 谁敢给你陪啊 一陪 陪出个病痒痒的孩子出来 他这个天生弱智的一个神 那老师还天天当保姆 照顾他 这肯定没神 所以你不如法修炼 你就别去想 你如法修炼 你就根本不用管 都给你办了 该办的都办了 所办一成 对不对 该办的都办了 他自然天成 元神是自然天成 哪里是说 让他有就有的 那不是假患生出来的 所以说有的人 他的观力不行 所以元神成了 他也没看到 这个不为怪 基本上你们前期 都是盲修下恋的 你问问自己 你明信见性了吗 你没明信见性 你是不是都是盲修下恋呢 盲修下恋要不要恋呢 那还是要恋呢 那跟着谁去恋呢 所以是跟着那个不明 不那个糊涂的人去恋 那个明师 日月明的老师去恋啊 因为他明信见性了 他不糊涂 他明白 他清楚 所以是跟着他去恋 跟着他去恋 那等于就没有盲修下恋 因为老师 他老师明白了 他是明信见性 明信见性之人 明信见性之后的起修 都是真修 都是正修 所以你跟着一个明信见性的明师修 那你就在真修正修 你不是盲修下恋 你不信这个人 你自己在那什么 我这个法师又好 那个法门又好 去盲修下恋 那就真盲修下恋了 所以是要找明师 日月明 明师就是明信见性者 真正明的信见了性了 他自己不糊涂 他就不会让你糊涂的 去乱搞 他就会顺着这个你的需要 去带你走 带你走 你在什么水平 他就根据你的接受力 而在那个水平上提高你 所以这个很重要 做止观也有一个月了 一开始是可以心平气和的练完 可是现在练的时候 脸和身体在发痒 心一致想抓痒 然后做六字气绝的时候 连闭气都可以睡着 甚是烦恼 老师 我该如何改进 这个在修炼到一个时候以后 你的心石开始反观内绕回过体内的时候 回到体内 大量的能量凝聚之后 由耗散结构变成凝聚态结构以后 能量进去体内 它要疏通你的经络 疏通你的穴位 说前期是前表经络 就是在表皮的经络 而不是深层的这个经络 那这个走的时候 它一定会引动你的神经系统 产生痒啊 麻啊 脏啊 酸啊 疼啊 这些各种的八处反应 它有冷 有时冷 有时热 有时麻 有时脏 有时酸 有时疼 有时候痒 有时候像虫子在爬 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挠 因为好 现在在这儿有点痒痒的感觉 那气从这儿 这个在这个微信系统 它要穿越过去 说这个时候呢 你不动它 它自然的足足足 能量越来越足 冲 把它冲开了 一冲开了 这就不痒了 你一到老人家倒好 这个闲 这一痒 挠挠挠 好了 气到这儿被你堵住了 看见没有 你这一挠它 这不堵住了 堵住了 它就本来是要通了 快通了 被你一挠 它又跑别出去了 这个通道就没有通 所以每次又痒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 它就是没有通 所以这个时候要忍 什么叫忍辱 这个时候要忍得住 不要去挠它 不要去挠它 等它这个自动的 啪一开 好了 痒就没有了 这是前期 到深层次的 那还厉害 你到一个时候修的时候 你整个面都好像爬满了所有的虫子 在那钻来钻去的 那个时候你还搓脸 你这一搓完了 全都这个都毙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让它养 要它爬 让它那个走 倒是哗一开 你的网卖成了 整个这个大家要懂 不要随便的去乱动它 那这个从开始只观到现在一个月 你就有这种反应是很好的现象 所以要坚持修炼 证明有效果了 但是不要去用手去动它 那么至于说自己做六字七绝的时候 连臂气都可以睡着 这个不要烦恼 为什么不要烦恼 特别是你们二年级 如果是陪神 这个期间是这样的情况 基本上你往内一走 一进入恍旧呼吸状态 神干脆就不理你了 他就走了 他就理解出体了 出体到高位空间修 所以你们修重视 不是你们的肉体在修 你的肉体怎么能修啊 肉体自己是不能修炼的 那什么东西在修你的肉体 这个要懂 是神时在支配你的肉体 食宿人只不过是自己的食神在支配 所以到了这个高层次是原神在支配 原神在支配的时候 原神都不在了 你的肢体当然就怎么样 就不能动了 原神都跑了 他原本是支配你的这个清醒 能够思考 能够那个你这个时候原神一跑 你整个人是就进入恍旧呼吸的状态 就是昏睡 就睡嘛 所以对于没有这个天元神修呆法经验 或者是陪电身外化身经验的人 他说你这个是昏睡 你看你在打坐你在昏睡 他这是完全不懂 支配者都没有了 你老是用自己的食神在支配着自己的心体 清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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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食神啊 怎么能够启动自己的先天元神 或者在这个泪睡眠的棉光明中 见到自己的明信见信呢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不要跟着谁教你都学 有些人学静坐 学什么 你这个不对了 你看你这是这个吊局了 然后这是昏尘了 这是什么 他哪里懂啊 他哪里懂 他不懂 他太远了 知道点皮毛就在那咬着那个皮毛 锁支张把它张住了 哪那个说事呢 对更高层次的东西他哪懂啊 但是你要明白 修行者到今天你们应该懂 是神使支配形体 不是形体支配神 神使 OK 而不是你的身体可以支配自己的元神的 那如果是身体可以支配元神 身体可以支配食神 那你就死不了 为什么 你有身体在他就死不了啊 但是事实证明你老的人哪也不死啊 他不都死了吗 但是形体在不在啊 还在啊 什么不在呢 那不是神使不在了吗 神使不在了 那个形体的不就一堆料的呢 就成尸体了吗 神使不回来了吗 所以你才知道神使是形体之主 不是形体是神使之主 你不要搞到了 我们现在的人是没有经过这种真正的教育 都学了一些错误的颠倒的教育 所以是以为这个肉体就是我 执着着为这个肉体穿衣打扮 还要到什么韩国去整整容 你再怎么整你那个神还是那个熊样 你那个神倒能整容啊 所以是你这个 这些东西大家要知道 我们中国有个这个人 最后老公要跟他离婚 为什么要离婚 生了个女儿长得不像爹也不像娘 然后这个老公就怀疑这个老婆出去偷情了 这是别人的种 最后他老婆说 这个不是 这是真的很像我小时候 长得很丑啊 他老公说你现在这么漂亮 他说我整过容 没办法 因为老公要离婚怀疑他出去偷男人了 结果拿那个照片一看 我的妈没办法看愁死了 跑到韩国整了容 老公说啥不要他了 说啥不要他了 所以你再怎么整 你那个神呢 还是那个样子 你生了个孩子还是那个样子 生了个女儿都是 还是那个他没整容钱的样子 所以大家要重视是神识 不是你的这个 不是你的这个肉体 不要为他活着 要为自己的灵 要为自己的神去荣耀他 而不是荣耀你的肉身 所以是去修他 这个你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修到你们这个二年级 一定要重视起来 所以是元神一走 神是不在 这个他带着元神一走 把你的体内大量能量带走 你的食神不能工作了 因为食神没有营养了 没有能量了 所以是食神要通过睡眠 补充能量 所以提不起神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强打精神 去做事 又是什么追刺骨 又是头悬梁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没用的 因为元神跑了 元神一回来 你啥都清醒明白了 所以这个大家要重视一下 老师有一次做止观的时候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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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晃 晃晰晰晰 突然发现有个人正面迎来 我当时受了点惊吓 身体感觉在飘 然后清楚感觉到肩膀被轻轻地拍了两拍 为了安定受惊的心 就努力寻找和观看红光珠和炉火 老师这样的经历是表达些什么 是否正常 我在讲课中告诉你们 实际上你们这些能够进入天元神修系统修炼的人 历史上大部分人有自己的元神 就是这个元神他寿命长 因为他这个凝聚天地精华 而吸收天地精华 他的寿命很长 你人寿可能是一百年 那他可能是一千年 一万年 十万年 甚至更高的寿数都有 所以你的元神他回来的时候来帮你 在你这个修元神的时候 他这个帮你 他就是你 为什么他是你 他是凝聚了你的天魂地魂 就是你过去上一世的天魂地魂 这种精华凝聚在他身上 你今生的天魂地魂 跟他凝聚在元神体的天魂地魂 永远是一对 所以他一回来你的能量 你的功夫就长进了 所以他有的时候 他是从你的正面入体 跟你合一 一合一以后 他又带着你的神识 就离体出去了 所以你感觉到一种 恍恍惚惚飘飘 恍惚的这个 这种感觉 恍惚的感觉 那这是很好的现象 你为什么要害怕 我看你这是什么受惊的 你为什么要受惊啊 所以你这个还有一个我在 为什么要大家练空性 你不要受惊 这是好现象 这是你回来了 真正的那个 有着几千年 上万年的那个能量的 那个你他回来了 这也是你 这是你的化身 这是你上一世修的化身 所以你为什么感觉到肩膀被拍了 有的时候你上不去了 他抓一下 他肩膀往上扔一下 就是这样的 一拍碰又飘一下 一拍又碰 他往高位空间带你去修炼 这都是好现象 不要受惊 说是人要什么 心无恐惧 无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你修炼 你就是一个涅槃 就是等一个死就完了 死里面看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都不动心 就心如如不动 只做观众 所以在今后你们修炼的时候 遇到任何的好的境界不动心 坏的境界不动心 恐怖的境界不动心 没经历过的境界不动心 要练这个 心不动 不要什么东西 看见好的 爱要喜欢 然后染沉了 看见坏的害怕 染沉了 这个七情六欲 喜怒哀乐悲恐经都不是正确的 不要产生这个七情 不要产生贪嗔吃一脉 的这个六毒 所以这个是修炼人必须要把握的 要控制的 这个大家要重视一下 然后你再观自己的这个红光珠 炉火 这个时候你的那个神石 安置在体内 所以你的心会安一下 你的原神城的人神石还在 也就是后天的那个 阴的我 他还在 他不是说完全就没有了 只是说把这个主导权交给了先天原神 所以你要安这个心 使他不经不布 所以你再观炉火 观心灯 就回心安一点 为什么 他就转扬了 他就没有恐惧了 这个阴的有喜诺安乐悲恐惊 阳的他就没有喜诺安乐悲恐惊 而变成了仁义理智性的 五种定的 安逸的一种心态 而不会生恐惧 也不会害怕 在一次陪原神中 看到白衣观音 戴帽子的长烟老者 和石雕的小孩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这个陪原神 他是上界师父 对我们这些学子最大的慈悲 就是为什么让大家不要有一个门派之见 也不要受一个宗教的舒服 我们在五十节的生死轮回中 你们在天主教中也修过 道教中也修过 佛教中也修过 希腊 希腊的时候你们也修过 那么古埃及法老王那个时候 你们也修过 所以你记住宗教的历史很短暂 佛教到今天比较久远 才两千五百年 道教从道灵祖师 张道灵祖师创教 到现在才一千多年 基督教呢 天主教也是将近两千年的历史 所以你要退回去之前 有没有宗教 有没有宗教 没有宗教啊 那你是活在五千年前的人 你信什么宗教啊 那个时候没有佛教 没有天主教 没有基督教 没有这些宗教 那你信什么宗教啊 所以大家为什么要有一个博大的 像海一样的胸怀 去包容今天的人类的文明的 所有的成果 所有的精华 而不是去 以你的这个所资赃 今天这一生的习惯 我这一生学佛 我就是一个佛教徒 然后贴上个标签 别的宗教都是不正确的 只有我们佛教 你这是叫妄想执着了 小鸟信什么宗教 小草信什么宗教 众生皆有佛性 皆堪做佛 那鸟要不要做佛 青草要不要做佛 所以你不要贴标签 只有佛教徒可以成就 只有什么图可以成就 你这是一大魔头 你这是我慢 你把自己小我的慢 以大我慢展现出来了 我们这个团体 我们这个机构 我们这个宗教 我们这个山头 你这是一个大我 大我直 把小我容在大我里 这也是我直 这也是妄想 这也是执着 非得要打破 所以我们培念原神 这不是哪个宗教的 这是生命实相 就是用你的东西 再生出一个你来 有什么了不起 但这个无中生有 你跟你的男人 你跟你的老婆 就能生一个小孩出来 那不也是无中生有的 那原来有那个小孩啊 那不是也没有 他不就能生出来吗 那你这个母鸡下蛋 那个母鸡肚子里 原本就有蛋吗 所以你把母鸡杀了 他肚子里没蛋啊 怎么你又不杀他 他明天就用他 生出个蛋来啊 所以这都是无中生有 鸡都可以 你不可以啊 你比鸡聪明多了 你当然能生个蛋出来啊 生个蛋里面 蛋里面 这个胎里面 就有个小孩啊 那有什么了不起啊 那个鸡蛋他就能够 能够扶出小鸡啊 那个鸡蛋里有小鸡啊 鸡蛋里没小鸡 它就是个蛋啊 不被你炒吃了吗 那你每次炒一个鸡蛋 都炒一个小鸡出来 所以你要懂 这个天地化辩的这个东西 那一个低级的一个鸡 一个动物都可以做了 你人为什么不可以 做独生子的转变呢 你是不懂技术方法 懂了你不就是可以了吗 但是你这个自己 即便能够做出来 它不能上到高位空间 太空蔬菜给你们的道理 它就不能产生快速的变化 和巨大的变化 它就只能是一个繁复的力量 你生的儿子是地球上的产品 说他只有人的本事 他没有神的本事 那你现在生出的是一个原神 他是个神的本事 神的本事人不能教他 所以必须有玄界的恩师 把他带到超越六道空间 或者是超越我们地球的这个磁场 这个空间到六余天上去炼 那这个时候 他就是你的劫引师 劫引师 他把你带走了 所以你在陪神的时候 这些师父们都在周围 有佛家里 有道家里 有什么样的 都在周围 都来帮忙 那么这个不分说 是我的孩子 我就帮忙 不是我的孩子 我不管 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有 普度众生的心态 不要说我是佛教徒 我只读佛教徒 我是OOSS的 我只读OOSS的学生 这种心态都是不正确 所以是这个大家要知道 这没有什么意义 这就越法你要证明 老师讲的是对的 不要有宗教的派别的概念 不要把一个大我直展现出来 要有普罗众生 都是我应度对象的心态 因为你就是这些 又是观音 又是这些长颜老者 戴帽子的长颜老者 又是这个什么来帮你 那么为什么展现出一个石雕的小和呢 欲不拙不成器 你是一块真正的天地的一个灵物 你还需要这些工匠来帮忙 把你雕琢成形 训练成形 训练成有本事 是这个道理 是在这个项域里面 所以你要靠这些师父们的雕琢 拿针子雕刻你 拿火烧你 那你才能够真正的成就 用多少年能用多少年 是里面那个人说了算了 我这个杯子喝水的 我看着不漂亮 扔了 不是杯子自己扔了 是被我扔了 所以你这躯壳里面住着真主人 这个躯壳什么事情不用 不是你说了算 是他说了算 也不是他能做主的 是天地有神明在管着的 有北斗七星 南斗星君 在一个住生一个住死 还有住生娘娘管着你 下一辈子转到哪里去的 生死不由你自己的 不要做老大 你们都喜欢做老大了 我想死就死 我想活就死 你的受算不到 你怎么自杀 你也杀不了自己 你不信你试试 这是你的寿命不到 你杀不了自己的 总是要被救过来的 那有神在管着你 受算到了 你不想死 你试试 你也管不了自己 所以不是练了七星灯 就了不得了 我就那个 有个七星灯了 我就不死了 不是这样 什么人可以用七星灯严寿 是因为你已经在行道于人间 功德未圆之人 我们叫功德圆满使成佛 你又在 你已经开始行道了 你这一生已经不是想去做贪官 不是想做财主 不是想做商人 不是想做出名的演员 不是想做什么什么名人 正人名人 这些都不要了 你已经天天跟老师一样 在讲经 说法 步道 人导众生 回归 觉醒 做这个事了 你没做完 OK 这个时候上面开会说 张补生这小子还不错了 干得还凑合着了 别让他早死 再让他多活几年 让他遭罪 活着是遭罪 你以为是降服啊 让他多活几年 再多帮我们干点事 而这个时候上面一开会 好 给他寿命 原本是108岁 弄个1008岁 改个灵 然后好了 他就死不了了 这个道理是这么来的 你知道吗 你想着严寿 那么你这样做的话 那你的肉身又不够 又不够力 所以是你的神自然回来 点七星灯 然后跟天上的28星药 还有天上的北斗七星相应 通过七星向你添油 因为你的油灯 原本设计的108岁要死啊 要灭啊 现在是说上面给你这个传线啊 再允许你多加到1080岁 所以是那他就要给你添 这么多900多年的油进去 懂不懂 他这个给了你油地上 还要给你地气上来 天光地气 所以你有七星 他这个就能够帮你 你练过七星 你的神使回来 点灯 严寿 他就开始了 是这样成功的 那你如果没有瘸过七星灯 没有这种方法的 天上想让你干 还干不了了 为什么 没有办法给你添油 所以这就是什么 命靠师传 命功一定要靠有道的师父 得道得法的师父 传 没这个法没办法用 你想严寿都没办法给你严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练那个七星灯 了不得了 还什么时间我可以成功的严寿 是你的心愿有没达到尾啊 你要多活 那么12年干什么呀 说我的目标是一个亿 我现在才赚了这个9000万 我还差1000万我要严寿12年赚完 你还是早死了吧 少作孽 怎么可能也给你去严寿呢 心不正 发心不对 目的不正 那你以为是你自己要死就死 要活就活的 所以不要当老大 OK 还是那个话 就是怨心 要足 要行愿 争取干 争取干 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师父们 然后交给法界 让我活就活 让我死就死 不是自己做主 自己不要做自己的主 为什么邪门外道也可以讲经说法 连六字大明咒等 他们不会被咒的威力所伤吗 这个邪门外道跟正道讲经说法的区别 实际上没什么区别 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所以是古人说得好 这个是邪法 如果心正而说 它就变成正法 是正法 如果心邪而说 就变成邪法 法五 法自己本身并没有正和邪之分 这是好比一把菜刀 没有说这个菜刀是杀人凶器 菜刀就是坏的 菜刀在厨师手里 他就能够帮助人 那杀人犯 拿了菜刀去杀人 他就变成杀人凶器了 说法没有正邪 是这个传法人的心邪 还是心正 那这个心邪和心正 怎么去区别 说心邪之人 他表面说出来的话 是不是就是听起来 就是马上就知道他是邪的 不可能 道貌昂然 说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要人以理之心 那要什么呢 要什么 要什么 要帮人 要行善 那从哪去看 说听起言什么 观起行 行为的行 他的身口意 不在讲堂上 他之后下了讲堂 他的身口意是正还是邪 这个就是他内在的心态 在不经意中展现出来的正邪 那个时候才能变出他是正 他是邪 有的人这个讲起来一套一套的 说起来一套的 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套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邪 装啊 他在这个人面前装着 道貌 人以理之心 他最后做起事来又一点不守法 所以这个在四项线中 为什么这个还要把他最后要给你们讲 专门的把他给做成一个系列课程 大概讲下来也将近二十个小时才能给你们讲通 甚至个三轴线四项线 所以说你们去辨别正邪 在哪里去辨别正邪 看大屏幕 就这么一个差别 他也是要做菩萨 要有精神境界 要不要追求物质的什么 但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 和人以理智性背道而斥的 背腻的 那这就是谋 邪魔外道 这就是邪魔外道 所以孔子在他那个时代 不是现在 是在他那个时代两千多年前 就已经在他的论语中讲到了 要听起言什么 观起行 他说的好听没用 他怎么做的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所以从这去辨别正跟邪 所以邪师能够障碍人 就是因为他说起来的道理 大家听起来都是对的 他也教你念六字大明咒 也教你念观音心经 也要念心经 也要念什么金刚经 但是实际上怎么样 实际上是他把他的那个魔性的东西 融在这里面去了 毒害人 我在相关的课程中也讲过 有一年我去德国 我就到了德国 那是人家天主教基督教的这个场所 他的宗教兴盛 文化根基在那个基础上建立 我刚好走的时候没带这个圣经 我就没有找到圣经 我就很希望在德国那边 看能不能找到一本中文版的圣经 现在发出去以后 结果就很巧 第二天就在路上 人家就来给我送圣经了 有两个人说 你看你这个人 你看一看应该是中国来的 他们是真正的老外 但是说中文 我说是 他说你信主吗 信耶稣吗 我说我信 然后他说 那你信的哪个教派什么 我说我也叫不上我那个教派 他说那你还是信我们教派吧 他说明天你在哪 你的公司在哪 我送一个圣经 中文版的圣经给你 我就给了他地址 第二天人真的来送圣经了 走了以后 我就拿着圣经 我高兴坏了 这个心想事成 我终于拿到圣经了 那个时候还没道理 因为跟着熊老师 做护法在德国 刚去不久 然后这个结果是 拿过来头就疼得像要爆炸一样 然后我这就赶紧去求师父 说自己有不好的东西 赶紧求师父 拿着圣经过去 而师父 这给我头疼得不得了 师父说还说呢 你把什么给我带进来了 我说没有 带进一本圣经而已吧 师父就说 把圣经拿过去一翻 然后一伸手 把那个就拿走了 然后说你看是什么 我这这个用内观法一照 哎呀 一个死人的裤子头 然后穿着一个黑袍子 然后就那么凶恶恶的 我说啊 怎么一个魔头出来了 我说 哎老师 我说师父这是圣经 这不是魔经 大家要知道 以前的经是修道者 人家用手抄 他自己是修道 他有一个场 他有个气 所以他在抄的时候 他灌入的都是正气 都是他自己的心气 精气神 所以他里面都是传递 以前拿毛笔写的 现在都拿印刷记印的 所以没有人的精气神在里面 其二呢 就这个只是一个载体 是正的 用他里面付的 就是正的信息 比方说是 这个释迦牟尼的经典 他就应该是连通的 释迦牟尼的影像 所以是 那么耶稣传的经 就应该是耶稣的影像 那这就是正的 这就跟开光有点相似了 所以你看人家的这个喇嘛教 人家的喇嘛诵经 一定要在这怎么样 月轮放光 头顶什么 放光 那这上面还有假的东西吗 没有了 都是真的了 你们倒拿过来就开 拿过来就送 所以也是在街边上 那个什么免费流通处 免费的图便宜捡来的 那上面进去一些 邪鬼 邪什么东西 邪精附在上面 根本就没经过清理的 拿回去就出问题了 所以不是精有问题 是谁在用这个精做载体 而师父说这个教叫摩门教 你们今天新加坡也有这个教 摩门教 他是这个异端 他的教主就是展现出的这个形象 师父就把他这个一清理给他送走了 我的头刷就不疼了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不是人家也让你 你看这也是念心经 这也是念六字大名 他带着的信息 不是真正关心的信息 是这个大家要重视 不要被欺骗 你们慢慢通过自己的修炼 提到于身提到于心 那个不好的 你拿到了 你马上自己就受不了 自己就感觉不好 就赶紧找师父帮忙 把那个场给他退掉 把身体护起来 所以是这个不要犯糊涂 不要犯糊涂 如果想往生都帅驼天 除了要发愿不退愿 还需要练什么功法 或做些什么功课呢 这个就是偷其取巧的人 才这样问问题 什么都不想干了 你教我一招 然后我就去那就行了 这就投去取巧吧 你的处理心 菩提心哪里去了 我们前面的四加行 前行 加行 后面的本尊修法 以及气脉明点的修法 都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怎么成佛的 他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前 他在雪山里面静坐六年 六年他展现了一个什么功夫呢 就是穿着一个单衣 在雪山顶上坐六年 天寒地冻 零下三四十度的温度 穿一件单衣 他还活着 那是灵热 那是灼火钉 他如果没有这个大成就的话 怎么可能在雪地里 这么穿一件单衣 坐六年呢 又定六年呢 所以大家把 释迦牟尼的音 成佛的音都给抛掉了 这个不需要的 不需要苦修的 你只是要明星见性 然后就成佛了 这就胡说八道 六祖慧能大师 他在五祖门下 明星见性之后 下山在猎人的队伍里面 练了十五年 你老人家练了几年 就想往生都帅头天 就这么不负责任的 都帅头天是给你去逃跑的 还是去享福的 那是因为你度正生 这一生没有机会了 又怕你堕落 你干脆到那去进修 那是进修大学 到那去学上课去了 去受训去了 去连坚定自己的信愿行去了 等你的能耐足了 还要让你再下来度众生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个目的要担正 所以那么这个没有什么 偷机取巧的东西 你想偷机取巧 你就是用一个我 一个石神 一个音在作怪 你根本就不想度众生 你去那干什么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课程体系中的前行加行 都要好好修 本尊法 气脉明典法 后面的大圆满心水之法 都要去修 没有一个人用一种方法 就可以成就的 你到都帅驼天 是去学东西的 那你既然在人间可以学到 可以练到的东西 为什么现在就不练呢 非得要跑到都帅驼天 再现学现练呢 是不是 这就是都投机取巧的东西 都不可以的 大家一定要刻苦的修炼 刻苦的修正 你最后才会被显送 作为优秀人才 显送到进修学院 否则你这个人太 太垃圾了 不要上学 为什么 难教化 在地球上都难教化了 你到上面去 怎么教化你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信愿行 要真信 要愿 下面是真行 你在活着的时候 就在行 你弥勒菩萨的愿望 就在行道 就在行这些气脉明点 本尊出离心 菩提心都在行 自己的度中生的愿望 也在行动中去做 那这个绝对往生 不但绝对往生 还很容易今生成就 因为这个什么 诸佛菩萨 你的成就不是你 你自己一个能成就的 他靠他力 外密加持 加你的内密修炼 这个才能成就 所以是如果离开诸佛菩萨的 这个护持 加持 帮忙 你想自己自力成就 不可能 释迦牟尼也是他力 相助成就的 谁帮他 所以他一生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他讲到哪一个诸佛菩萨 颂扬他的功德的时候 那个佛菩萨就来帮他了 他讲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再赞颂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来帮他了 他讲要是佛 那功德本愿经 那要是佛就来帮他 他讲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就来帮他了 不但帮他 他涅槃之后不在了 他还继续帮他 你看了吗 看地藏菩萨本愿经 所以你才知道 释迦牟尼是自己成佛的吗 他不是自己成佛的 那就是诸佛菩萨的加持力 最后使他功德圆满了 你送念地藏菩萨本愿经 你用地藏菩萨 这个火龙珠法 金喜账法 然后用这些法 然后度了众生了 这个功德都回向给释迦牟尼了 释迦牟尼就成佛了 这样的是众生度他成佛的 大家不要糊涂 我想我自己 我怎么样 我就能够成就 你成就不了 所以释迦牟尼在经中告诉我们 不是我们能度众生 是众生度我成佛 要倒过来 不要有一个我在 没有我 靠众生的力 你才能成就 这个 所以要好好练 我们这个系列课程中 从一年级二年级 一直到五年级 后面的六七年级 老师要 你要到那个层次来求决 就是那个是单独辅导 那个没有办法公开开课了 你进不到那个境界 你问不到那个点 跟你说了也没用 就浪费东西 所以是 那么五年级的课程的次第设计 是相当严格的 每一个课程这样设计 要这样教学 那这都是得到上面的一些特殊的编排 它有一些密码 有些序列的编排 所以大家都要认真地去修学 次第的修炼 不要跳急 跳了急还要回来 有的人是直接上了二年级的 你跳了急还要回去 把一年级的东西好好地补上 好比你盖了二楼 但是你忘了盖一楼了 那赶紧把一楼补上就稳了 否则有一天一闹地震 整个哗啦哗啦都倒了 所以要重视这个修学的次第 分明地去修学 我一生讲的很多课程 不可能再去讲第二遍 所以是老师讲过的 尽量有条件都去修学 都去修学 所以我们一生没有时间去浪费 去做别的事情 除了为了养家糊口豁命 我们还要在红尘中去上班 工作之外的时间 都拿来放在修道 炼道 行道 行愿 度众生 这个事业上面去 这是唯一的正道 唯一的正业 要这样真正地去认识 真正地去做 那你这一生才能真成就 师父我时常告诉身边的人 你是superman 超人 因为老师什么都会 什么都愿意为大众付出 怎么练到师父这样的超人呢 感谢师父 这个问题很简单 跟我好好学吧 你既然知道师父不了得 你愿意成为师父 就很简单 这个叫悉贤 气圣 就是我 他是贤圣 我希望跟他一样 那就跟他好好学 那我这个发心就是 没有保留 你求什么我都给你 你怎么样我帮忙 我都帮你 只要你想成佛 只要你今生要成就 都可以 怎么样都可以 所以我没有保留 我把自己三十年 这个从十八岁 求到学习 得来的东西 凝聚成一个三根走线 很简单 你把这个东西抓住了 大藏经学会了 道藏学会了 人类文明 有了历史以来的 文明史 有的成就 有的精华 都在这三根走线里面了 所以这个就是 之前给大家讲的 但是一直没有引起 你们的重视 因为我花三十年的时间 通过实修实证 把它总结出来的东西 那就是一个什么 你就省了三十年的时间 你如果是 你不服气 那你就用三十年 去搞这个体系 那你三十年后 我想都 很多人 你们就 还没来得及练 就不见了 三根体系 把它最后倒过来 用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变成三根根 三个根 三个支撑 三足鼎立的一个架 然后顶着你 倒入明心 见性 正如完全 涌入自然 到法自然的 真空妙游里面去了 大家看到上面的三根 这个心 性 空 它对应着这个 这个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样的一个境界 但是下面要有三个根支撑你 这三个根 一个是你的八十 要到第九 这个是思维 思维的一种力量 你要不能做凡夫的思维 你要超出凡夫 到明心见性 到第九 到第十 到第十也 那么经过这个能量 能量级别 你要超越天 进于纯德 纯道 纯真空的能量去使用 那你这个德行 要超越八德 天地人三才之德都要超越 要进入纯净的道德 最后道法自然 这个万法因缘生 你根据各种因缘去度众生 燃烧自己度尽众生 这就是超八德 进第九 进第十 最后达到十一的圆满 所以大家要知道 整个这个体系相当了不得 行家里手 我跟他一交手 用这个东西 他全部哗啦都交枪投降了 为什么 他们一生中 他无非找到了一根枝 找到了一片树叶子 他们又整个的把这个体系 融会贯通成 这么简单的十一个字 十一个点 总共三十三个点 他们一看了以后 都相当认真 你们没有珍惜 文化沙漠嘛 所以没有办法 不认识这是真东西 但是还是要你们 奴隶的知道 他的珍贵 张补生有多能耐 张补生没能耐 张补生只是把 所有的圣者的智慧 融会贯通 变成了这么一点东西 这么一点精华 这一点精华你掌握了 你这一生一定是成就者 不单是出世间法的成就 入世间 你也是个了不得的成就者 所以你要说 怎么要练 老师给你节约了三十年 你踩着他的肩膀 用他的方法 我一生修学的技术方法 不说看过的书 技术方法有三百多个 我从三百多个技术方法里面 融会贯通出来大概三十个 到九十个方法你们就够用了 不用学的贪多 这三十个到九十个 安理在你们不同的年纪中 最后完成掌握了以后 那你一定是大成的 精华 不要你去试验 不要你去试验 但是这些东西 每一个是张卜生的 都是古圣先贤的 所以我们替往圣 祭绝学 不要让这些绝学失传 不要这些绝学 在我们这断代 这是老师今生的心愿 就是真正的修复 祖根文化 修复这些根部的东西 而不是只是给大家一片树叶 一片枝 也不可以偷其取巧 所以跟着老师好好修学 把他这个三十年的东西 你可以用两年到三年学会 因为你不需要从像他一样 东找一个师傅 西找一个师傅 东去求学一点 西去求学一点 你不要那个样子 所以你跟着他好好走 把这五十多个师傅的精华 都就应用上去了 你不需要再像他一样 去找五十个师傅了 然后我每天都练功 年纪大了 学习比较慢 现在二年级上完课了 我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自己学习还不精 还没成就 工作人员是很热心 但自己心很不踏实 有时不知道要练什么 好像没上课 就担心我这般火车会脱轨了 这个活到老 学到老 尤其年纪大的同学 没有时间了 不能等待 所以剩下你的儿女已经大了 也不用你操心了 你就剩一件事要操心的 叫了生死 了生死的这个轨道 你已经上来了 你为什么要脱轨啊 是这样的 你不跟着去继续学习下去 你就脱离轨道了 那你人生 你孩子也养大了 你罪也受过了 福也咸过了 你都知道那些是没有用的东西了 那你剩下的时间要干什么 而知道坐着这个火车 顺着这条轨道 就一定走到人生目的地 为什么不走下去呢 坚定的走下去 快速的走下去 年纪大的人 在我们南排 道家南排 师父们最喜欢收 为什么 你的心性容易定 那年轻人呢 到我这来修学 还想 师父啊 我在你只干三四个月啊 剩的时间 我就要自己去闯自己的事业了 我一听 我的妈呀 你还闯事业呢 我都闯个半死了 你还要闯呢 对不对 你叫闯什么事业呢 你不去找倒霉吗 你 年轻 年轻气盛 不知道天高地厚 爹妈有点钱 甚至自己攒了点钱 就要去瞎折腾了呗 什么叫事业 那叫不务正业啊 你做电商发财了 那叫不务正业啊 你这个做这个工厂发财的 不务正业啊 你还去做什么事业 那就是纯粹去造业嘛 去造孽嘛 但是你年老了 你已经造够孽了 你懂不懂 不要再造孽了 还想着当亿万富豪啊 你省省心吧 土都埋到鼻子这了 快没气喘了 还亿万富豪呢 还想当政治家 省省心吧 说你的心死了 世间的东西不追求了 好 这个时候就一件事 一门心思成佛 我世间近生 当了的我都了了 儿女养大了 倒霉也倒够了 享福也享够了 我现在就解决生死大事 所以是勇敢的走下去 没有二路可以走了 还走回头路 不像年轻人 走几步 嘚嗦一下又回去了 有的人这一回去就永远回不来了 我师父身边有几个大护法 那个时候都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大人长得也帅 然后功夫也了得 这个本身带着命里通 因为他这个本身就是师父在上面带下来的护法 他各个神通力量太大了 结果后来都拜到了 为什么 到了一个时期一看 哎哟 这老是给师父服务 还不如我自己搞点什么呢 我这么大的神通了 我还用跟着师父啊 我下去开个命馆 我开个风水店 开个什么 都比在师父这赚的多 跟师父告假 说师父让我下去干几年吧 然后给我三年时间 我再回来 结果到今天三十年了也不见影了 有好几个都死了 因为在法界斗法斗得太厉害 被人家整死了 所以你们不要去玩 年轻人更不能玩 别自己自以为年轻就受 就就就就坐不住 然后还想着在下面玩玩再来 那玩这一生可能就被你玩玩干净了 年老者刚才这位讲 那你找到轨道了 不要再换轨道 赶紧跑 赶紧跑 年长者年纪年龄大了 先要做准备 所以先发愿往生都摔头点 这是一个保障 给你的一个保障 这个然后发大愿 放下自己 放下沉重的追求 然后勇往直前的往前走 那你走的速度比别人还快 因为年轻人 我们这不是有很多年轻人啊 你问问他一天练几次功啊 他只是来听听课而已 所以你年老了真的没事了 你可以 我认识一个 人家一天可以练七八个小时 就在你们中间 扎扎扎实实的 练七八个小时 把老师的东西学的都差不多了 人家有时间 这是福报啊 对不对 也不用赚钱了 也不用愁吃愁穿了 儿女也都孝顺 也给钱花 那不是福报了吗 所以大家要重视 在这个年龄要抓紧时间 那还不能仅仅发愿往生都摔头天 要发愿寄身成佛 寄此肉身成佛 我们的女祖 祖师 祖师之一 她是六十多岁才开始入道的 所以不是年龄的问题 是入道之后 如何真实的去修炼 年轻的听了这个也要注意 你不要有贪玩的心 也不要稀徒 在人间有多么富贵 这些都是梦幻泡影 所以是要及早的觉醒 奋勇直追 不要觉得自己还年轻 可以去等待时间 有的是时间 我想想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 也就是昨天的事 这一转眼五十多岁了 老了 跟我一起的同学 在中国的 现在死了差不多一半了 五十多岁就死了一半了 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消耗数字 喝酒喝的 酒精肝脂肪肝 得各种病的怪病的 拼命的拼命去赚钱 赚钱不要命 把命都搭上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个人的寿命 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也不要去趁着自己还年轻 去浪费大好时间 大好光影 我十八岁 开始求师问道 到现在五十多岁了 算有一点小成就 但是没有这几十年的 孜孜不倦的追求 和勇猛的行道 宏道的这个行为 那也没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是走过来不容易 大家不要再胡闹 好好珍惜 我没学过老师教的灵动 当我有试过灵动时 不刚踏斗 可是自觉没有很高 很高修为 所以怀疑被附身了 立刻制止 如何分辨被附身 或者是天人合一 这个没有学过灵动法 如果是你的原神培炼成功 你就可以很好的灵动 这是一个鉴别 如果没有原神的灵动 基本上十神 阴神在驱动的灵动 不足取 灵动八法 是这个张三峰祖师 留下来的很宝贵的财富 他区别于其他的灵动的 就是在于灵动中 知道手翘 灵动八法里面八种动 都有翘可守 灵觉不昧 就是你不是稀里糊涂 什么都不知道的灵动 是在灵动中 知道翘在哪 还守在哪 这个跟普通的灵动是不同的 那至于说 你们跟着我上山 在特殊的地零点 出现了打手印 出现了这些特殊的灵动 因为你在老师的身场中 或者你们在老师教课过程中 上课过程 这些灵动大胆的去灵动 接手印啊 这个身体晃啊 静坐中的涌动啊 前后涌动 这是因为你的体内的这个经络不通 体内的这个天地能量 老师一连通以后 大量的能量 溶入体内以后 它要贯通你的经络 说你肩膀涌动一下 前后摇一下 这个手印晃一晃 手晃一晃 这些都是正常的 这些没有翘壳手 这些你大胆就去动 如果是自己不在老师的场中 自己跑到外面 这个突然出现的灵动 要终止 要终止 往往是你的身场太弱 被附体 附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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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转晕你 转晕转晕转晕 转晕你的魂魄神就出体了 一出体 它控制你的肉体了 它们很缠 很缠你们的肉体 很希望把你们弄晕了 它霸占你的肉体 支配你的肉体 因为它没有人身 它上一辈子没有好好修福报 所以没得人身 它得了个动物身 得了个鬼命身 它很希望借一个人体来支配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是不是无为灵动 是附体灵动 要是要注意 尤其通过气色来观察自己 说灵动修完了 怎么黑了 怎么自己没神了 那这种赶紧找老师调整 要有个觉者 自己要做觉者 不要说挺好的 你看我比张比顺还厉害 他不会这样动 那就是入了魔了 心被他控制了 这个要重视 这个说他刚不抖 你不要试 这个他刚不抖 有很多的觉 一定是要靠肉身师父传你的 这里面一个性功 一个命功 命功要靠师父传 不是这个你自己在无为装 就得到了这个东西 你得到的是原神体 在空中的性功而已 在肉体上的 在地球上的命功 怎么开展的 他刚不抖 一定要得师父的真觉 怎么走雨步 大雨的雨 怎么叫躺离步 怎么叫他斗 不斗 祈斗 宋斗 这很多东西都是口诀 都是要口耳相传的 所以不要去自己在那胡乱的搞 你看我也会他刚不斗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不要轻易的去试 也不要有这种贪图心 往往就被这些东西给整上去了 很高兴知道寄身成佛是可以做到的 但学生愚昧 请问 修寄身成佛有什么指南吗 还没认识OSS前修了三十年的道场 说只要拜佛和行功就可以成佛 行功是做功德 度人求佛 行好心做好事 这个我们修炼 内外两重大天机 内天机是属于内密部分的 外天机是我们身外的宇宙部分的 所以不是你完全的靠外在的去拜佛 去存好心做好事就可以成就的 首先你存好心做好事 你是人心在做 不是明心见性之后做的 你所做都是福报 都还不是功德 你要注意 就是你没有明心见性 你不在空性证件里做的事 都是福报 都不是功德 你不要以为你在做功德 这都属于盲修下念的这个过程 所以说是内密一定要正空性证件 空性证件里面一定要修身外化身 身外化身之后一定要修自性本尊 自性本尊成就一定要依靠气脉明点 自性本尊成就以后 自性本尊化身 无量佛 无量菩萨 行无量功德 功德才能圆满 这是内密部分的东西 差一点都不行 这些都要靠有肉身师父传觉 外宇宙中真实有成就者 他们通过修炼 获得了永生的身体 在一真法界有四圣众 身为圆绝 属于阿罗汉圣 菩萨 佛 这是四圣众 那么不同的宗教给予不同的称呼 要靠这些成就者来帮助我们 这是外密的加持部 你要靠前行 家行的供养法 如礼的供养 其情 他们的加持力 所以这是只属于外密部分的 所以你只是拜佛 即便是真拜到了佛 也是属于外密 你自己的内在的这个躯壳 不进行实质性的变化 内密不可能成就 你的化身不可能出来 所以只诵经 只拜佛 是不能成功的 只做好事 只做存好心 这都是人心在作怪 不能成功的 明确的跟你讲 所以一定要跟着老师的课程系统的修学 这里面有严格的次第 里面有内密外密的双运 你这样才能够保证寄此肉身成就 那么你们做一个工程师 做一个大律师 你读了书之后 你还要去社会上实践 你没有十到二十年的实践 你成不了真正的工程师 你成不了真正的大律师 你读了书 不是说毕了业就拿到大律师证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学佛也是这样 我们修佛也是这样 你一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学习了之后要熟练的过程 熟练了要提升的过程 提升了以后你会用的过程 在用的过程中才几功累得 可是你连学都不学 怎么会 你学了又不去复习 又不去提升 又怎么提高自己的神通力 没有神通力 又怎么去度众生 所以这些东西是严格的一个大体系课程 那么要老老实实的虚心的做学生 虚心的做徒弟 然后才能够真正的自己也成师父 也可以去讲经说法 也可以度众生 要明白这条路 不是你拜拜佛 吃吃素 然后送送经就可以成就的 差得远 所以是外密跟内密 要双运 要结合 才能够真实的成就 要清音宵夜 要修心 纸八经酒 修真心 出真心 真心真性 要明心见性 这是修心的内容 要修性 把星光点念成星光团 在星光团里 光中化佛 光中化菩萨 无数意 分身化气 无数 无量 无边 这是属于性 性光体 出体 做工 才能够 积功累得 所以没有性体 在外面 做工 没有这个 有身体的 这种 性光体 在外面 做工 你怎么能够 积功累得 你怎么能够 把无量劫的 业障 都化成功德 这是修性方面 那么最后是修命 你的这个肉体 你不好好的保养 你不好好的 疏通它的经络 好好的把五脏六腑的 毒气都释放出去 就命不久长 用不久也 所以我们才发心 成立了太和尚义 这个效果还挺好 大家都很乖 都来听话 来调理 这是让你的命体久长 保护你的肉体不坏 能够多用一些时间 多用一些年代的方法 不要等着自己要上医院 大修了 拆胳膊 拆腿了 摘心脏了 换摇子了 那个时候才着急 那个时候来不及了 成破体了 所以这是修命的部分 当然内功里面的 命功的修炼 灼火 宝瓶 甚至五脏里面 都要生成 这个五脏的光体 形成坚固金刚的 道气 那这些都是要在修命里面 得口诀才能完成的 这是四个方面 情音宵夜 修心 直八禁酒 修性 分身无量 化度众生 修命 命体久长 这一辈子不成功 不死 这个命气还可以用 命身还可以用 这四个方面 哪像你什么 存好心 做好事 想好事 然后想好的 说好的 就可以成佛 不可能 这是忽悠人的 这是忽悠人 也没有你一种方法 可以成佛的 没有这种简便方法 原神出体后 如果吃五心 原神还会归体吗 为什么要吃呢 这个严格的告诉你 不要吃 你为什么还要吃呢 所以首先要把这个 这个坏毛病改过来 OK 真的不能吃 这五心是真正的 这个你心都可以沾一点 荤是绝对不能沾的 荤是一个草子头 一个军爷的军 军队的军 那杀人呢 就杀你的神呢 他一旦的五婚入体以后 你的阳神都跑出去了 六神无主 整个人都不勒不勒的 什么主意都没有了 说真的不能吃 万一不小心吃了咋办 什么时间 这五婚的作用力 从体内散掉 他就再回来 你不小心吃了 大蒜吃了什么 这个不小心吃了 吃了他真的就跑了 他不理你的 他怕那个毒 毒他 什么时间他回来 你什么时间 你这个练五脏光 练什么 你这个把这些东西 吃进去的这些 这个臭气什么 都排出去了 他就可以清静了再回来 不是一辈子不回来 他没那么小气 不像你们那么小气 跟老师一堵气 三年不见他 然后这个 他没那么小气 然后这个坐纸观时 还没去完 上中下三丹 这个三丹田 有一个阶段 就已经不醒人 是过后又会清醒 到了最后放音乐的部分 反而很清醒 好像刚睡醒一样 非常精神 怎么必也恍惜 呼吸不了 这是业障问题吗 为什么会这样 该怎么办 请老师知道 那这个时候 看你发生在什么时间 如果在二年级时段 是正常的 这个你们做这些东西太慢 原神等不了 啪就走了 所以就不要再做了 就恍惧呼吸吧 在那个状态 那恍惧呼吸 他办完事了 正面开始恍惧呼吸 人家你这啪 他才回来 他一回来 你又很清醒 那就清醒着糊涂 不要起病 自己知道体内的 再关心灯 再关炉火 再恍惚 这个时的恍惚 反正很清醒 周围掉一根针 你都听得到 这是对的 这是正确的 不是恍惧呼吸 什么都不知道 那是前期 后期是恍惧呼吸 什么都知道 这个地上掉一根针 知道 外面风刮落了一片树叶 知道 路上跑了几辆车 知道 这就叫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 说这是好事 不用担心 但是不要说这个起定了 不练了 那就不好了 一定是音乐没有停 在清醒的状态下 恍惧呼吸 入定 内观 使光进去体内 化遍自己的肉体 这在后面练命功 必须保证这个样子 在清醒中 知道那股的能量 去了你的手 到了哪根手指 去了哪根脏 进入脏的前半部分 还是后半部分 还是深入到五脏 还是进入了细胞 这个都清醒明白 这是后面必须要清醒着练的 所以说大家要重视 不要是担心 我喜欢花草树木 观赏花能让我放松心情 每天早上我都会观赏家里的花 请问这是种下畜生稻的种子吗 这个天上也有花啊 喜欢花为什么会畜生稻呢 所以这不是 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看花 花中有道 你要心花怒放 在怒放的过程中 这个花的能量从哪里来 你要去悟这个道 所以是花它会干枯 那你这个会落 落瓣 花瓣会落掉 它这个 那么花落 那么它是因为什么 花开是因为什么 那花开的时候 它在骨头期 长骨头的时候 它是怎么一个状态 开的是怎么 接下去落的时候 是怎么一个状态 这里面有道 就是一个凝聚态 一个耗散态 所以说花永远要做花包 不能开花 一开花 接着就是什么 就落叶了 就败了 所以众生他不懂这个道理 通过眼耳鼻舌 身意怎么样 去开花 结果一开花 就完蛋了 就落了 所以这里面是有道 是你的神 在让你这个 因为很多师父明星 见性的当下 他都是在一些外在的环境的 刺激下明星见性的 比方牛顿的明星见性 看到发明万有引力定律 是看到苹果 邦当一掉 这个有的师父们 就是这个出门 不小心砰摔一跤 哎呀明星见性了 然后其中有道 所以我在德国那段时间 跟在师父身边 师父经常带着我去 那个我们office前面 有个地零点 每天都要去那零动 去练 那有一次 我在看花的时候 也跟你一样 年花惹草 去看花 这一看花的那个瞬间 哎呀 怎么好像我没有了 这个花就是我 哎呀这个花这么美 哎呀我也这么美 哎呀他笑我也笑 哎呀他是那个颜色 我也是那个 完全自己空了不见了 等到自己 啪一明白 哎呀这个境界太好了 这一好啪出来了 再想进去进不去了 哎自己才知道 原来是不二了 什么叫不二法门 就是你要不能 你要没有你 你才能不二 如果我在看花就二了 有一个我 有一个花 我在看花的时候 我不见了 花既是我 我既是花 那就不二了 那就进去了 那就明信见信了 原来万物都是这么个道理 我跟万物是同体的 肉体不是我 原来那个光是我 原来那个花里的光才是我 原来我就是那个光 光即是我 哎那你就见信了吗 明信见信 所以不要什么害怕自己做畜生道的种子 这谁跟你讲的 我不懂 什么观赏花会进畜生道 天女还散花呢 对不对 那怎么是畜生道的种子 不要有这种 这个所致章 这是错误的之间 做完止观 老公说我闻起来像尸体的味道 请问老师 是我有问题 还是丈夫鼻子有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该怎么做 谢谢 这是老公悟道了 老公如果是你不做止观的时候 他闻起来你就是个美女的味道 实际上你是个白骨精 你是个狐狸精 你就是尸体嘛 肉体就是尸体 那为什么他会闻到这个味道呢 就是因为你体内的那个毒排出来了 我们为什么会把体内的这个 这个肉体炼成金刚不外申 是要把体内的这些 将来导致你的身体腐烂 导致你的身体变成枯骨的那些毒 那些不好的能量从体内出来 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一股死尸的味道 它就是那种不好的东西 那证明它从体内排出来了 被周围的人闻到了 这个没什么不好的 这是值得庆幸 值得恭喜的 就你们俩的功夫都长进了 一个会排出尸体的味道 一个鼻子灵了会闻到这个味道 闻到了以后就不练这个白骨精了呗 对不对 那就是自己就不再练你的肉体了 那不然就老捧着亲啊什么的 我的宝贝 我的心肝啊 还是没完没了的 那就不是捧着一个尸体嘛 真正这个修道人 把这个慢慢就淡了 完全淡了 就是你夫妻之间也好 朋友之间你们交往的都不是肉体的交往 你比方说你们看老师美吗 这么肥头头的 他哪里美 但是你觉得他很钦佩他 你不是钦佩他的这个肉体 你是钦佩他的那个灵 是这个躯壳里这个灵会讲话 是这个灵会骗你们 对不对 又不是这个躯壳会骗你们 所以你不是看着这个老师的躯壳美 你是跟他的灵跟灵的碰撞 你这个跟他的灵有五十节的因缘 有多生多世的这个因缘 然后你五十节你就做了他的学生 今生他又来找你了 你就认得那个老不死的了 然后不是这个肉身的老不死 是灵的老不死 所以说那你就很投缘 然后愿意跟他学习 所以大家又从这个躯壳这个认知上脱离出去 进行灵跟灵的碰撞 灵跟灵的圆满 大家都在灵上圆满 而不是肉身上的圆满 自从我拜师了 在给你针灸通经落以后 当我每天拜拜供灯的时候 把灯摆在头顶摆绘的时候 会感觉到有一股能量在摆绘 可是当我把光带到心区和下腹腔的时候 没有感觉 这样我应该要练哪步法 才能让我的下丹田温热呢 这个通过拜师以后进行了性上面的连接 就是灵上面的连接 那么下腹腔不热 胸腔不热 是你的命宫里面的能量 干枯导致的 所以要练聚灵法 七星灯法 要练宝瓶器 灼火钉 灵热法 这些方法来天忧节命 使自己体内的命宫这个部分跟上 那你的下腹腔才会热 你的胸腔也才会热 最近我们的太和上衣进了几个宝贝 大家要来试 这是我再次额外推荐给你们的 一个它是八卦灸 八卦灸是放在你肚脊尔上的 以肚脊尔为中心做九宫八卦 这个区间 刚好你八寒地狱 八寒灵 都就热了 小腹腔很快就热了 还有一个灸啊 这个我要试 我现在还没有试 它这个灸脊椎骨的 就是你这爬着以后 它有一个气 有一个工具 这么在你的脊椎骨排一排的 就那个仪器你爬着 它架在后面 整个给你的肚脉通畅的 当时他们推荐 我一看我说这个宝贝好 我说赶紧弄 后来我才听说还有一个什么 可以揪屁股眼的 我说这个揪屁股眼 他说不是 你这个尾巴骨那个尾铝 是没办法揪的 你的这个会音也没办法揪的 你怎么能拉不个腿 给人家在这揪吧 对不对 累死个人 所以他就说这个叫做揪 他坐在上面的时候 刚好揪在你的这个尾巴骨 刚好揪在你的这个尾铝 这个这个尾铝跟这个会音 我说这个好 你在揪的时候这样练搓鸡 一会儿就浑身大汗了 所以说这个你们要感谢 这个这些师父们 我记得之前跟你讲 诸佛菩萨要帮你们成功 是通过谁来帮你们的 通过人来帮你们的 所以给我们的那些 针灸师啊什么 理疗师的掌声 他说这是诸佛菩萨给你们派来的 那么他还不来 我也不知道有这些 有这些方法嘛 这些都很重要 因为平常很难练到那个地方 通过这个就示范功倍了 他不是说你这个还要靠自己的 那个热把它热起来热起来 不用了通过这个 你比方刚才这位同学 说我的下腹枪 不是胸腔 在胸腔做八卦 八卦就 在小腹枪做八卦就 你看你在热不热 不热来找我 那这热的浑身冒汗 马上就热了 马上热了以后 你再一内观 他不就热了吗 对不对 已经身体热了 内观他哪里会不相应呢 所以这是外的方面的一个帮助 在平常没练功时 背后命门感觉温温的 而不是在下腹枪的前列线 请问体内热源是不是偏离了 不是 命火就在命门 命火在肾中的真阳 它是在肾 就是在双肾里面 双肾里面 我们的彷徨为什么能气化 能够把水化成气 彷徨的功能不是排尿的功能 彷徨的功能是把水气化的功能 所以你们有尿感的时候 不要先去尿尿 要干什么 先练功 把那个尿练化了 这是后面命功都要教你们的 为什么有尿的感 我不去尿尿 还能把它练化 肾的通过彷徨产生的气化功能 气化功能 这个气化功能消失了 或者减弱了 你就会水肿 你就会加不住尿 或者尿瓶 所以是这个真火在哪里 所以你注意回去看内景图 真火它不在下面 它在哪里 它就在你的命门那个地方 就在后腰这个地方 你看内景图的火它是在这 这个升起来以后 通过洗银洗法这样 这一吸 吸去才从纹铝 维铝怎么样 噗喷出去 喷到你的下单田 你才会有热感 下单明白了吗 所以这是圣中真阳 这就是火在下面 水在什么 上面 水火积极 如果不能够通过这个珍惜 这样 从后面走 从东外下去 就是聚灵法的路子 那这个火它永远引不到下面去 那你的那个慧音三角肌里的那个错机里面就喷不出火来 这里面很多的就是古代叫炼丹 炼丹呢它有一个风跟火的原理 风火的就是大家如果在奴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 我们要拉风箱 拉风箱使这个炉堂里的火着的很旺 所以是 那个底下那个炉堂下面要有铁条 一个铁条 一个铁条的 然后上面放草 点火 那风从哪里来 风是在铁条下面 铁条下面有一个风箱 有一个铁碗 或者是一个特殊的机构 然后风箱拉动的时候 那个铁碗 那个铁碗就在那个网格下面 那个碗里面产生的风 鼓动的 那个铁条上面的草木 怎么样 呼呼呼呼呼呼呼 找 所以这个风在哪里要进去 风一定要从围旅 跟我学啊 试试啊 跟我学走后面 试下去 一闭 瞪着眼睛 闭着眼睛 一闭 忘了一闭 一憋 然后好 一提纲 从围旅 啪 到哪里去 到你的 搓击里面 搓击里面 这个风一过去以后 因为刚才说 命门的火又被你带下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往里一吹 内吹 这样吸壁 那个壁住的 那个风洗 不要让它 从口壁出去 往底下 用劲 一提纲 刺 进去了 然后小腹腸 生就热了 这个时候你的火才 轻轻轻漫 着起来了 这就是掇掘 �掘掘 所以你 这提到命火 就是你找对位置 它就是这儿 它就是这儿 传功不传火 既然你有本事 看到了 感觉到了 那我就点你这个 他的火就在这 所以一定要关命门 关命门 而不是着意的去下面去着火 感觉体热流到双大腿就止了 如果如何继续往下推 到双大腿止了就是身经不同 老师之前教你的跺脚弓 你该打 你没有好好练 你如果好好练 你到二年级完成了 基本上跟我七到八个月的时间了 你用一年级二年级 七到八个月才能完成 那你七八个月 你早都是不用练着火 腿都是热的温的 所以这个跺脚弓 你们不要小看 这一字跺脚 把这个脚横过来 啪啪啪跺 这全是使圣经 你的圣经就特别你年岁大以后 都不通了 都堵塞了 你要好好珍惜这不功法啊 老师我练了 我五十步走了 你只走一百步 你不通吗 人家五十步就能通 你走一百步 一百步不行 你一天走两百步 你再坚持一个月 你试试 一天走两百步 坚持一个月 你再一练 唰就到脚跟了 唰就到脚执掌了 所以通过灵热 它就下去了 下去才能把这个水 通过火在下面 水扬上来 才能练经化气 经都在下面 都在双腿啊 都在圣经啊 所以没有这个热到脚心 热到脚脂 你要赶紧的剁脚弓 好好练 止观时出现金丝限止成的 网状物照着紫色颅脑 月数秒后消失 但出现频次次数不多 请解释这种现象 这个在讲灵动八法的时 都给你们讲了 这叫网脉 网脉 就是在我们的身体的 整个的体表 都要形成这个 就像网球场上的 那个网子一样的 一格一格的 但是它是很细的 细丝线 所以这个叫白丝光线 或者是黄金色的 那就是量级很强的 那它这个就证明 你罗脑腔的网脉 已经提前形成了 这是一个好现象 不要追求 不要追求 不要追求这个时间长短 这个就是都要不起心 不动念的去观 你的描述很准切 因为在卢脑腔正中央 是紫金大单 所以说你看到的是紫色的 卢脑 然后外层有金黄色的 这个 这个 如这个直状的 这个网状的这个脉 这都是正常的 这是很好的一个 内观现象 但是不要去追求 下次还要出来 所以是不要回忆 不要回忆 天目穴 有时突出 有时前显 有时傲陷 出现多道横纹 请解释这些现象 这个天目穴 它是我们的灵光 出始进出的一个通道 所以它是在不停的 这个变化的 变化的 它要陷就给它陷 它要出就出 那至于出现横纹 这是个好现象 我们在额头上 有三道纹 天地人三才纹 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 人家就给我起了个外号 不太好听 叫小老头 我在三四岁 人家就开始叫我小老头 小老头懂吧 老头懂不懂 老头就是老人 人老了以后叫老头 我从小的时候 就这个顶上有这个横纹 就是你们现在看的横纹 这个不是现在年老了才有 现在反倒越练越浅了 我在年轻的时候很深 特别小时候就有这三道纹 这三道纹 所以这是好现象 这要出来的 这是你的天的这个部位 所以是慢慢的 有的时候出来一道纹 有的出来阴阳两道纹 有出来三道纹 三道纹就可以生万物了 所以是这些都是一些正常的 好的现象 不要去美容 有的人把这三道纹搞掉了 那你的命运就改变了 就很惨 所以你们身上脸上 有很多纹是好的纹 你把它弄掉了 是十分可惜的 你们美容什么花那么多钱 实际上是拜见自己的命运 比方说女孩子为了眉 把眉毛踢了 这眉毛踢了 这眉毛是什么 这个叫保命功 就是你这一辈子是什么命 大富大贵之命 都是这两道眉保的 因为它是什么 这个就是遮蔽着你的眼睛 不被这些侵害 不被细菌 通过这个你看 它流不到你的这个下面去了 这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到这就被眉毛给挡住以后 从这两边下去了 你这眉毛没有 它直接侵害你的眼睛 眼睛是什么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你的心灵都在这进进出出的 所以你把灵门的这个张臂 这个保护灵门的这个给干掉了 你不是没有智慧 美呀 美个屁呀 美呀 没有美哪里美 你现在把你们的眉毛提干净了 不化妆 你看你美 这是保命的 所以这个不是今天很多错误的之间 所以眼袋 这个下面有个眼袋 眼袋下面有文 这个叫阴德文 就是阴阳的阴 这个你集了阴德以后 你做了很多玄德 然后这里的文细细的就出来很多 那这些文一出来以后 哇 你开始准备大富大贵了 要求子的 他就多子多孙了 你到老人家到好的 把他去给弄没了 这一弄没了 本来出来又让你弄没了 破相了 不要去搞 尤其你们的儿女 我们这一代的后面的儿女 都要教育 不要去剃眉毛 胡子是要天天剃的 眉毛哪里可以剃掉啊 这乱搞 还是乱去美容 脸上有个痣也把他点掉 你一点那本来是做贵妇人的痣 结果一点娶了个穷老公 嫁给一个穷老公了 谁让你把他点了 这不是你随便的去 你又觉得不好看 那老天给你的 老天给你的那是你的天命 那要想美容 好好修炼出三十二项啊 八十随情好啊 对不对 那好好修炼自己 改的那是自然美 对不对 哪里是你人工的 这是说多了啊 请问道医的祖师爷是谁 中医中药界 崇拜什么行业神 如何和这祖师和药师佛相应 道医的祖师爷是太上圣族 道医要会医补星象山五种技术 道医要处理因果 所以不是什么一个医生 是一个祖师爷 所以所有的圣医都以太上圣族为祖师爷 那么以三星圣族为这个也是这个从太上下来的这个祖师传承 那么在下面我们有太乙救苦天尊 相当于地藏菩萨 就是来救苦救难的 也相当于观世音菩萨 这是从道教体系来讲的 那么在近代有什么匾阙神医 有华陀 有森丝苗 有这些 这些神医他们并有一些是得到归正的 有一些只是急功累得上身天剑 所以在我们的六余天里面 都帅陀天这个外院里面 他有一个天一环 就是天一的中心 医疗中心 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些没有真正成就的师父们 他是神医 但是他往生在那个天界 所以我们在做道医的时候 他有的 你们有人经常看我把一个人这个条理之后 我送他的魂神石会送到上面去 实际上主要是送到天一环 天一环请那些祖师们 请天一环的这些天人们帮助救治 所以我们的救治效果为什么特别好 那么并且我们这个太和上医 是为什么叫上医 上医就不是下面的医生 太和就是太上 和就是这个五脏都和谐 六腑都和谐 就太和 那么这是真正的一个道医传承 说大家要懂 要懂他不是这个人间的医生 人间的医生能治的 我当时小的时候 我这个就有一个不好的这个病 就是这个肠胃炎 就是慢性肠胃炎 就是一段时间一凉着了就拉肚子 拉个不停 吃什么药都治不好 这跟我前世前生有关系 这个天生带的 小时候带的 不是父母遇上 父母都没有 是自己的上一辈子 治不好 是后来在学熊老师的这个狮子班的时候 那有一天中午 因为他一教学生 他不是让你们这么自在的 我们上狮子班是五天时间 关在一个宾馆里面 就是早中晚都在那 吃喝睡都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可以去逛街 没人管 但是没人出去 因为中午晚上 这个还有中间的休息时间 大家都在练功 所以那天中午 我就恍惧呼吸就进去了 进去了 有个师父就给我带上去了 带上去了以后 他就给我做手术 做手术 我就看到他 把这个手一划 一道光 然后肚子打开了 打开了 把那段肠管给咔嚓剪掉了 剪掉了 他又给我换了一段肠管 然后就这么又 就一挥手 那一道光 肚子又合上了 那么我当时就觉得做了一场梦 奇怪的是 那一天我本身就是前面好几天都在拉肚子 就这么一弄以后 从此以后 从那儿就永远再不拉肚子 这个你们才知道 为什么我们叫神医 天医 他根本就不是地球上能干的事 他是从因果上 他直接在高位空间上给你清理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太和上医这面的效果特别好 那直接是跟上面连通的 是上面认可的一个 他的子系统在这里 他的分布在这里 所以也不是哪个医生有本事 哪个按摩师有本事 是真正的你在做的时候 你在恍惊呼吸的时候 实际上是上面下来很多眼睛看不到的师傅在帮你 清晶宵夜啊 换肠子换肚子啊 换什么的 就在那儿给你换呢 所以是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你们真正的快速成就 能够保证这个金刚不坏的身体多用一段时间 还不是为你们成就吗 所以是这个太和上医 这个医界的祖师 他是这么来的 那在这个五十节的时候 之前有一个佛教药师流利光佛 那么他发的愿 你看他的十二大愿里面 很多都是对着我们那些 无恶不作 不可赦的重罪 他通过他的愿力都做了 比方说你诽谤师父啊 这个还有这个骂父母啊 出佛身血啊 这个出父母身上血啊 这些重罪 他都给你 通过他的愿力给你消掉了 你只要念这个他的名号 至心成念 他的愿力都给你消掉了 所以你才知道治病要怎么治 要从因上治 因消了果就没了 不是从果上治 吃这个药好吃 那个保健品好 吃个这都胡说八道 真正的是从因上 因消果自消 从治上去找 那么我们佛门中 那么有这个求这个 药师流利光佛 那这个连通 这个效果也是很好的 反观内照 是在松果体成像吗 有时是呈芝麻 紫色光 有时在颅脑腔 出现方寸 饰片 大小面积 及颜色不定 可见 人事物的活动 单都是过眼云烟 很短暂 无法了解其内容 感觉 这些都不究竟 如何在境界 你认知它不究竟 证明你还是有点决心的 我们在修炼过程中 有天眼通 有慧眼通 有法眼通 有佛眼通 这样的不同的 观照 照出来的这个效果 最后我们究竟圆满 是求佛眼通 佛眼通是一种什么通 佛眼通是空性正见里面 成就的神通 但前面我跟大家讲 你是虚空的 什么看不到啊 因为你本身就是虚空了 有一样东西出了虚空吗 没有出虚空啊 所有的东西都在虚空里面 都是这个妙明心中物 说你的心进虚空变法界 就跟整个虚空是一般大的 当你到这个时候才叫佛眼通 这个时候观宇宙实相 生命实相 法界真实相 通通都是一目了然的 并且如观地球 如观阿玛罗果 什么意思 就是它有一种水果 好 就像看一个海棠果吧 我们大家知道海棠果 就小苹果就这么大小 所以到那个时候 你看整个宇宙 看整个地球 就像一个小水果一样 你要翻过来看 震过来看 倒过来看 悬过来看 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佛眼通的功能 所以至于说 你在松果体这些部位 这些反应 在后脑这些 这都属于天眼通的这个层次 贵眼通已经是在胸腔展现的 法眼通已经出了自己的躯壳才能展现的 因为法眼通能够使用如来性去化因化果了 能够改变因果了 所以这些层次呢 大家不要追求小神通 不要追求一个 我能看见什么东西 我能听见什么 我就了不得了 这才哪到哪啊 你要成佛 成佛了 那就什么都在虚空中展现 有的人觉得什么都瞒不住老师 你怎么瞒啊 老师是虚空 你瞒虚空给我看看 他说我怕老公知道我有什么零花钱 我就是怎么藏怎么藏怎么藏 你藏哪儿 你是不是都藏在虚空里了 我是虚空 我当然就知道你藏在哪了 对不对 你这个老公也是怕老婆知道你有点什么私房钱 也是到处藏 你往哪儿藏啊 你藏不住 你能跑到虚空外面去 这说是大家要知道 你是虚空的话 这是究竟了异的法 要从空性中 从空性中还要有光明 暗了你看不到 空性光明里面展现出来的 那就是佛眼瞳 要往这个层次去升华 只观时天目前出现不稳定黑圈 是什么原因 这是你的肾气展现出来的 我们的心肝脾肾肺会展现出五彩光 通过你的这个屏幕 在你的大脑的额椰区 额椰区这个地方成下 所以这些都是正常的 正常的 那这是黑子之气 当然它就是肾里面出来的 但是不稳定 不稳定就是你的肾气刚刚发动 还没有真正的凝聚成坨 之前跟大家讲了 你是面粉的话 风一吹就跑了 你是一坨被用水活成的面团的话 它就跑不了 它就稳定了 所以是自己好好的 要修自己下腹腔的 这个红光珠的玄洞 炉火 有机会修聚灵法 七星灯 强化这些命功部分的 早晨睡醒时 天幕间出现大量黑子 是什么原因 早晨睡醒的时候 在醒跟睡这个交叉的这个点 很容易进入另一度空间 它这个叫棉光明 这个时候关到了自己大量的黑子 那这个时候 就是你通过一晚上的晃晰呼吸 在放松的状态下 自己体内的很多的业力会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关到了 就念念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是这个普陀心咒 然后去度化它 就不要让它再归体 如果你不度化它 它很容易再归体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 运气时如何辨别 它是体内的先天气或后天气 后天气是呼吸气 呼吸气是通过肺在作用的 先天气是肺之外产生的作用 比方说你吸到脊椎骨 你的这个黑白二十道加中央的这个管腔 如果通畅的话 这个时候你的呼吸就特别的深 叫深波热波罗米 如果通过这个口鼻壶只洗到这个下面这个肺这个地方 它很短 叫中人之息一喉 真人之息一种 种就是你的前列腺子宫口 就是你的生发宫 所以是真人之息一吸通过围吕进入自己的生发宫 众人普通食宫人吸是吸到肺里面 所以你能够吸到你的生发宫 由生发宫再传步全身的 这才叫先天气 先天气 所以它不是在肺这个部分的反应 肺这个部分的都是后天呼吸气 借后天引先天 说借后天的口鼻呼吸 启动自己体内的生发宫里的先天元气大增 这就是借后天的呼吸法勾的珍喜声 借到后天练先天 这个先天在体内的这个气流动的时候 流到哪里 哪里舒畅 那就叫内处妙乐 它有一种很舒服的大乐 但是这种乐 它比性生活还快乐的乐 那并且它在乐的过程中 它有一种真气在里面走 真气走到哪里面 就好像你那儿有一个冰化掉了 很温暖 很舒服 这个在经典中叫三十六宫都是川 我们人体里面有三十六个大空腔 这个叫三十六宫 里面都像春天的太阳 罩着一样特别的温暖 所以它是这样的 真气在体内是这种感觉 它不是像呼吸 有风 不是这个东西 不是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在后天 我们这个后面的四级课程中 我们会着重的引导大家 借后天进入先天 开始画自己体内的五脏六腹 画自己里面的东西 你们前期练的六字气诀只是排 后面练的这个五脏相生法只是在光的这个层次 还没进入气的这个层次 深层次一定要练气了 浅层次外表是光 气在深层次 再深层次才是精 精华的精 那个就要练到骨髓里面去了 练到骨里面去了 所以是一层层的 先是天原神修是先练光 再练气 从气要练到骨里面去 才能变成精华 才能发生真正的光化气 气化精 然后用精再重新再造身体 再完成练精化气 再练成练气化神 最后大圆满 整个肉身都就换了 换了骨 换了血 换了气 换了筋 换了骨 换了肉 换了皮 换了毛 你这个肉身 才能练成金刚不坏之身 所以这个是更高层次的 才能去体验的东西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这个问答就到这里了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